展示桌上的中式加工面食 创新烘焙食品及食品加工办手里 是苏澳海市水产食品科 烘焙食用技能班 在三年学习过程中 所研发制作的食品 像这组骨肉制青 是利用南方澳的青鱼加入姜黄 所研发出的饼干 也是今年专题竞赛的获奖作品 这个产品是我们利用宜然在地的姜黄粉 融合南方澳的青鱼去制作而成的一个饼干 它富含了高高的价值 还有高开氧化 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好的 并且它的口感是非常酥碎 很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人去使用 水产食品科烘焙食用技能班 今年度的毕业成果展 主题为食贝 代表着食贝用心的意思 苏海也不断辅导学生参与技能检定 取得烘焙食品面包类 西点蛋糕类 食品检验分析等证兆 稳固学习根基 另外今天也在现场看到了很多的产品 不管是手作的也好 或者是罐头的食品等等 这一些都是三年的学习的成果 学生非常的努力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学到了很多的一个专业知识 我想对于未来他们的发展 不管是就业或升学 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学生研发产品创造商品价值 以不放添加物为原则 既创新也要健康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翰采访报导 没有股闻没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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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股闻没有进行